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积极给受祸害者征返 把我们的社会道德 公众良知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8964之后 当权者丧心病狂 为了保住其政权 默许了官员的贪腐行为 这就是后来江泽民的覆盖治国 在这种治国理念下 贪污苦化 买官卖官 包养情妇 肆虐中华大地 这种风气上行下效到了民间 以娇奢淫逸 做事不讲道德 不留余地 当成一种时尚 我举个例子说吧 今年中国游客在泰国大盘想瞎 吃不了浪费掉 这其实就是中共腐败治国 导致的道德沦丧 我们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种的素质差 此言谬矣 在过去我们中国信仰的是如是道思想 做人的标准是仁义理智信 温良恭敬让 我们中国人在过去走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都被带为上宾 我们的文化不仅影响中华大地 还影响到了日本 韩国 东南亚 朝鲜从中国明朝1644年灭亡之后 他还用中国的纪元年号 他叫明崇祯甲身后多少多少年 一直用到20世纪初 这其实就是对我们优良民族文化 社会道德 还有公众良知 国民素质的一种认同 总之我们纪念六四 就是要提升我们的社会道德 国民素质 抛弃中共的垃圾文化 重塑中华文明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会给了我这个发言的机会 我只是想讲一个问题 就是共产党这么多年来模糊大家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爱国这个问题 今后我们一定要澄清什么 我们作为中国人 作为炎黄子孙 我们永远热爱 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的祖国 我们绝不爱现在被贪官和恶励把持着这个国家 今天我参加这个会我非常高兴受到很多教育 特别是刚才那个孙玉这个小青年 他的讲话非常感动我 也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好 八九六四大屠杀之后 六月十三号开始的大搜捕 把我抓进了监狱 我出了监狱之后 我就到了匈牙利 在那里奋斗了六年 我最后的目的 就是要让在中国设计的实现民主和自由 我这次我是不爱穿金带银的 我到那个大家请看一看 我在三亚海南岛的三亚 持到了这个贝河 像不像我们中国的地图 而且这个地图是有外蒙的土地的地图 海塘叶 有外蒙的土地的地图 我们迟早要把我们中华大地的完整的 完整的祖国要实现 实现我们不能失去任何的土地将来 在江泽民统治的年代 他又卖了许多土地 我们绝不答应 完了 对了 我没有做自己的介绍 我是中国广播艺术团的退休的演奏员 输入我名字三个字 《西丘路》就可以在网上查到 我出版的长篇小说 和我写的协奏曲等等 能听到我写的协奏曲 谢谢 好